现在的矛盾就主要出在 他情商很低 然后我跟你说 我们都两年了是吧 正常人就应该有很多小惊喜浪漫 就两年 他做过一次让我惊喜的事 就送过一次花 就那一次花还让我特别生气 他把医院里那种 一大树别人送病人不要的百合花 他抱回来送给我 我看见那个早日康复那个牌子 还丢在那个桌子上面 我当时想 你送病人的话 你送给我 还有我高兴 我生气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我不是刚好去医院上班吗 然后一位女病人说 他因为花粉过敏 然后把百合花送给我 我当时一看 这么一大树百合花 我领导上来讲 一个女的肯定就喜欢 然后我觉得她肯定也会喜欢 然后我就带回去 然后送给她 挺好的 你看他整个看书看傻了 理论上喜欢 你把送病人的话送给我 以为我会喜欢吗 就结果我就像教小孩一样教他 我就说送女孩 你得送玫瑰 你自己用点心 你去买 你买一束花对你来说不是什么男生 结果 那我后来不是补偿你了吗 给你买了一束玫瑰花 你看嘛 他不说这事 就说这事 我真的特别来气 他当时我说完 第二天我就收到快递电话 快递打电话给我 他说 喂 什么女士吗 你是不是在我这儿 你是不是在我这儿订了一束花 我当时整个人就 整个人一想 肯定是呆子干的 我说完 他马上去做 然后结果就自己下楼 自己签入那快递 自己把那花捧上来 就感觉是我自己送我的 就没有那种情调了 情侣之间的 我问你啊 像亲亲这样不用教吧 我们俩就 基本上是我主动 他根本就不会那种主动 我们除了那个 在外面嘛 就他定座位的时候 不看电影嘛 这种边边角落的地方 而且他都不好意思 主动来吻我 可能我去吻他 他都不一定接受我呢 我觉得 公共场合做的事不太好 而且我觉得 我们也是学生嘛 我觉得学生 然后做的事也不太适合 然后我就这样觉得 之后有一次我过生日嘛 然后他问 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我当时说随你编吧 结果他就送我一本书 而且那件书竟然叫 百年孤独 我深信他送我一本百年孤独 我当时一只乌鸦 三条黑线 从眼前飞过 我整个人特别无语 你知道吗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送这本书 我觉得我们情侣 应该上升到精神层面 就是我觉得送本书 也挺好的 这为什么选择了这本书 这书讲的内容 也挺好的吧 电视与魔幻结合的嘛 介绍给他读一下 你是要给他读是吧 对 然后让我们俩的精神 就是能达到 一相同的层次感觉 他送礼物 这是我不说他嘛 就他那样傻样 我都不指望他送我什么 趁我心意的礼物啊 结果我当时 我就给他提了个小要求 就是说 我生日的时候 把朋友都叫到家里来 就我们切完蛋糕之后 他能不能亲我一下 然后当天下午 我跟他说完就是 他浑身就长刺一样的 就浑身不自在 就特别别扭 结果晚上我们去那个 就切完蛋糕 快切蛋糕的时候 他把我硬拽到一个角落 他偷偷跟我说 他就说 咋能不能这样 他挺不好意思的 而且他从兜里给我拿出一枚硬币 他告诉我 就说我们今晚要不由硬币来决定吗 我当时整个人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他比如说他一个树呆子嘛 看出看多 我都给他姐弟公事 姐弟不就 你就按照我这样说的做嘛 你偶尔给我一点 那种偶像剧女主角 让我怦然心动 有点那种浪漫的感觉 怎么就不行呢 那我当时不是觉得 在那么多朋友面前 然后挺尴尬的嘛 而且我当时也没法呀 就觉得泡硬币挺合适的 而且我觉得我稳计 也就50分左右 我觉得挺低的 没必要这样做 你看嘛 接吻这个是都用分值来衡量 50分 好你说你50分 我给你时间 你提高到80分 结果不是网上有个说法吗 就是用舌头给樱桃梗打结 可以提高稳计嘛 当时我就去买了一盒樱桃 我就坐在那吃 然后我就让他站在那念 他念了一下 我都还处在那儿 没半天呢 我都吃完了 我走过去 我这样望着他 我问他 我就说 你知道怎么提高稳计吗 然后当时他看着我 然后突然愣了一下 我当时心里特别激动 我这么多开窍 他肯定是不过来吻我呀 我都快闭上眼睛了都 结果他突然拍了一下手 他就说了一句 他就说 我得上网找资料去 我当时我真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 我当时就像解剖兔子一样 把他给解剖 看脑子装什么 这段故事我们申请版权啊 那所有编剧 不许偷我们的故事啊 太有意思了 你现在会不会 我现在没会 因为没找到那本书 我就想找本书 然后照着念 然后一念就会了 他说整个人看书 把自己看傻了 你知道吗 情商低 而且特别不会聊天 我们俩在一起 就没有情侣之间那种嘻嘻哈哈 就是欢乐的成本 就我们俩一起看电视嘛 就现在不是 整容的女孩挺多的嘛 然后我当时就来的 我说 要不会去整个容 结果他当真了 他当时特别正经 他拍着我肩膀 他安慰我 他说没事 我不喜欢漂亮的 我就开个玩笑 他都接不住我这话的口 你知道吗 你确定你不喜欢漂亮的是吗 我当时也是实话 实话 我 你告诉我 你女朋友好看吗 算好看吧 况且我就不喜欢了些什么 微整的什么大眼睛 S1的什么的 我觉得他记忆里面 有没有了 没了东西 也不会一款给笑一代啊 好好好 谈了多长时间了 两年 两年 我们听着这项笑话 在恋爱中的人得 得苦成什么样啊 就有一次 我妈视频给我聊天 就是说 见一下你的男朋友啊 然后就走过去 他们就见面嘛 就视频上看 然后我妈当时就 你知道你 丈母娘见女婿 第一次客套一下嘛 她就说 我闺女毛病挺多的 你多担待着点 就多包容她一点 她倒好 当时一本正经 也安慰起我妈 她就说 没事啊阿姨 她那些被你宠出来的毛病 我一点一点 全给她开掉 我当时 我不知道怎么说她 我当时就想找个地方 关进去 简直是一个 大孩子就完全不知道 我妈当时开玩笑了 对我妈打电话 你什么眼光 就是 孩子看着就有点 傻 傻稀稀的 我跟那种感觉 对对对 还好还好 对你好吗 还行 没耳心吗你 没耳心啊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阿姨那件事吧 不是 不是阿姨当时这样说了吗 我当时也没想到啊 然后我就想的是 顺着阿姨的意思讲下去 她不是说有毛病吗 我就想到对对啥呀 没错呀 然后我就把毛病给她改掉 应该就没问题 行了 你们就别解释了 越解释越乱 你们现在应该在实习对吧 对 你说实习 我真的特别来气 她做事 跟正常人思维 都不一样 有一次吃饭 那个老师就问她说 你有没有对象啊 她当时没有 我是你女朋友 她当时回答没有 你说 当时不是刚去医院实习吗 然后老师问我 有没有对象 我就想 要是说有对象 老师肯定认为 就是我 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看来这臭小子不傻 对我 对我的工作和实习 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然后我就这样说 你说你只是怕 因为老师觉得你心思 没用在学习上吗 还是说 我没有跟你一起考研 就是我成绩不如你 我给你丢人了呀 就是 就是因为 他跟老师说 他没对象那事 结果 那老师给介绍一女孩 结果他就去跟那女孩 相亲了 你说有 有男朋友 他为了女朋友 跟其他女孩相亲的吗 我是你女朋友 你把我放在什么地位啊 我就想 老师给我介绍了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他老师嘛 然后我就想的是 就我这样的正常女孩 都看不上 所以我就去了 你意思是说 我不正常 我瞎了眼 看到你了 就结果 那个他跟那女孩 第二次见面了 第二次还见了 你第二次见面 我就不说他嘛 结果他回来 回家 他还告诉我 他就说 我帮他 让我跟他一块 把这事瞒过去 叫我不要去医院找他 就这一年 就可能就不要 让他老师看见我嘛 我是你女朋友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为什么不能 去医院找你啊 主要是我 这件事发生的 有点超出我的预想 没跟着那几题 不都走 我觉得 他不是已经涉及了 原则分辨的问题了吗 然后我回去 你还知道 然后我给他解释了 所以女生觉得 完全没法处了 是吧 现在我就觉得 他这种 低情 而且就是实习那件事嘛 我就感觉他完全 没把我放在心上 到底对我们未来是 有没有个明确态度啊 就之后发生一件事 就我心里就 疑问就会更大 就产生更大 之后嘛 我闺蜜就准备结婚嘛 就叫我陪他去施婚纱 你知道那种小女生 看见婚纱 肯定心里就特别激动嘛 就肯定想 上网啊 穿上婚纱 幸福的感觉 而且我羡慕别人 就是相处半年 他们都发展成那样了 结果我就开玩笑 问他 我就说 你打算怎么娶我啊 他当时犹豫了 他对我们未来都没想法 太犹豫了 我当时不是觉得 我们都是学医的嘛 然后现在医院受的 都是一些研究生 像博士生之类的 我就像我们两个学医的 然后就应该一起去考个研 当时我不是带着他 一起学习考研吗 非常努力 然后复习到一半的时候 他突然跟我说 他不想考研了 那你考了吗 我考了 然后但是当时我很生气 我觉得 因为之前我付出了那么多 然后认识的教育 然后一起努力 他听了给我说不考了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 对未来的一些打算 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你考上了 对 我当时我在想嘛 我一个小女生 我对自己没那么高要求 我没必要那么拼 我不考验 我觉得我没错啊 但是 其实不是 他去是婚姓那件事吗 之后我就觉得 他有点不可抵御 为啥 因为他不是没事 然后就数了我 罚我占军资 然后整天拉我倒 他罚你占军资 对啊 经常这样扎 经常啊 对 你为什么发人家 就是他总说我唠叨 然后我当时他一直说我嘛 我心里肯定 就我们相处两年 他都没给我们个说法 然后我心里肯定就 你知道女孩子吗 就那种有点 把那个小牢骚啊 就往那去站了一下 他人也比较傻嘛 呆子样 你真觉得他傻呀 你说他傻他也不傻 他就对我们感情的事 就不上心啊 问问他啊 想结婚不 打算以后给我考研 然后我能找一个医院 找个稳定的工作 你不是考上了吗 对啊 考上以后毕业 然后找个稳定的工作以后 就三年以后了呗 对 安定以后再结婚 打算跟谁结婚啊 呃 肯定 应该是我亲爱的女朋友吧 老师给你介绍的对象 看了 呃 看了 但是 不太合适吧 我觉得 不太合适 啊 就是 也谈了是吧 没早谈 没早谈 他知道不合适呢 就随便说了一下 臭小子 一开始的时候 还真被他骗了 你知道吧 女生其实 还挺有领悟力的 他用了一个词就是 他对我们的是不上心 哎呀 我觉得你看法挺准确的 你觉得他爱你吗 就是我现在对我们未来 我都不知道他对我什么态度 嗯 那是嘛 他说我是婚纱 就是我总说他 结果他就跑出去 他就躲他朋友家 他骗我 他 当时他就说 他早上 出去实习就很早嘛 然后晚上回来很晚 他就打电话跟我说 他就说 他跟他朋友上自习去了 就那段时间啊 我们 见面很少 聊天也很少 我当时就 感觉距离就越来越远 我也想拉近一下我们的距离 当时有天早上 我就跟他说 我晚上能不能陪他上自习啊 结果他当时拒绝了我 我心里也挺纳闷的 我也挺疑惑啊 结果就跟着他 他根本就没有去他朋友家 你知道吗 他就 跑到外面去 他就躲我 你说他这种 没情趣 低情商 结果他还嫌弃我 他现在还挑我来着 我们俩之间 我们俩之间不是应该我选择他 他怎么现在 就感觉还在挑我呢 明白了 明白了 来吧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的确有人不会谈恋爱 是情商低的人 但是如果他发自本能地喜欢一个人 他至少会做一件事 就是模仿 自己没送过玫瑰 还没见过别人送过玫瑰吗 只要他愿意 他不会 他会模仿 即便那种模仿非常的粗浅和拙劣 但他会 但他不会 所以说说白了 他的确对你不上心 他没有那么喜欢你 但因为你是他的初恋 他也不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子 所以他以为大概就这样吧 所以你很有可能成为他生命中的过客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个男生对你没有多大的热情 他对你没有多大的热情 并不是想要骗你的爱情 是因为的确你是他的第一个 但是我始终相信 当一个人有本能的燃烧的欲望的时候 即便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会去模仿 我会去问别人 女生喜欢什么 我该送点什么 或者我在暗中去观察 你喜欢吃点什么 喜欢做点什么 有的时候一些男人在谈恋爱过程当中的一些笨嘴 啄舌 是很正常的 但是有一些发肆肺腑的 你是完全看得出来 男生不坏 也不是木认 只是你没有把它点燃 惊死而已 感谢 谢谢大家